最高達到這個市值 是六千兩百三十億的美元 哇 這太強了 大約只剩下一二四七億美元 蘋果的五分之一 智慧手機平板的霸主 第一位的部分 從處理器業界的龍頭 微處理器的龍頭開始 會不會開始往下滑落呢 它光今年以來被按摩給打翻了 好 各界對於iPhone5的一個看法 九份銷量可不破千萬支 九位份銷量可不破千萬支 那麼能否維持領先的關鍵 剩下幾個交易的話 它要破千萬支 能否維持領先的一個關鍵 可擴大應用程式的一個商機 而這一邊呢 在Intel執行長談話裡頭 世界還活在以PC為中心 是嗎 就像Intel執行長 你活在你的世界當中嗎 電腦會有新型代出現 以及Archopool部分 甜蜜點僵置 這個 化碎如此的話 這個甜蜜點僵置的話 對於這個促銷部分 會是一個最好的題材嗎 那麼全民眾會是 繼續受惠的地方 小摩他說 第四季預估賣出八百萬支 電高第四季 美國經濟的一個成長 達到0.25格到0.5格 百分點 哇 這貢獻實在太大了 這邊呢 美林在提到說 Win8雷聲大 余閒一點小 備貨訂單看 備貨訂單看不出什麼量 境內PC出貨成長 降到了負得百分之二 好 為什麼Intel他說 這個世界還活在 以PC為中心 以為中心 昨天我們怎麼說呢 從Bel啦 HP啦 國內相關的一些概念股當中的話 把一些大老闆的信心喊話 那麼喊話當中的話 有提出一些警訊 結果呢 光我們給的 哭臉有七個 笑臉是給的三個 意思是說 恐怕還是一個保守來面對 但是呢 他還是堅持說 活在以PC為中心 這個話題開始 我們知道說在這個 在雲起的部分 相當相當了解Intel部分 是不是也跟大家來評估一下 Intel從這個話題開始 近年被安謀給打翻打趴了 那麼接下來他的一個爆發力量 或者是在相關的一些概念股身上 Intel那句話 就是世界還是活在以PC為中心 我剛在那個3D的化妝室 看到有一句話 他講 緊暗五分鐘 一江春水向東流 如果說Intel 他還是把他的思緒停留在 在這個世界人以PC為中心 再停個五個月 可能他的這幾十年來的努力 也會向東流 我覺得 時代在改變 那Intel他的特色 他本來就是用電腦運用為主 他講求的是特 他的效能 就是電腦運用的效能 那這些效能 在現在這個行動的時代 我們用的是平板電腦 我們用的是手機 智慧型手機 講求的是省電 待機 效能其實對我們消費者來講 並夠用就好了 但是我一定要輕薄短效 待機時間要夠長 那這些其實跟Intel 擅長的東西是背道而馳的 那安謀為什麼他可以打敗Intel 就是安謀他可以在 效能跟整個我們需要的這些 當中可以取得一個平衡點 效能跟節能當中取到一個平衡點 所以安謀就可以把Intel給打掛了 但是我覺得Intel在這邊 並沒有正視到他真正的問題點 是在這裡 所以他還是講求到效能這一點 他還是一個很好成本的 很好電的 這對於我們現在在用平板 或是智慧型所謂的手持裝備來講 他其實是完全不符合 現代的時代的潮流 好的確喔 這個擔心是一個壓力出現了 那麼從延續Intel這個話題裡頭的話 今年他還能夠醞釀反覆勢力嗎 還說放映到明年來看的話 這個擔心這個壓力會不會 營運的壓力越來越大 我們看這五年來Intel的股價 他最低十塊錢 最高也只到二十九塊錢 所以剛剛我們從那個書寫 那個表格當中看到Intel 今年的跌幅是三點七% 但是雖然三點七%覺得不多 但是我們知道他的股價 其實這幾年來並沒有很大的 一個成長的空間 就一直在這個地方撐著一個盤整 他沒有很高的表現 所以我覺得三點七% 其實看起來不多 但是也看到這家公司 真的是沒有在成長 已經沒有那麼大的一個 成長性的存在 那我覺得展望未來來講說 如果他還是活在一個 以PC為中心的一個世界 沒有再往前去跳 去做一些整個觀念 策略上的調整的話 我認為Intel的股價的表現 不會有太高的預期 真的是此一時彼一時 真的是風水輪流轉 兩個都是在獨霸一方龍頭 Intel跟蘋果都不一樣了 好 那麼蘋果部分的話 12號也是非常非常關鍵 今天安息會不會有 這個戲劇性的演出 這個iPhone我們現在喊到 已經有這個是不是彩色的 那麼無論如何 今天有不曉得蘋果股價表現的話 表現不太一樣 TPK已經來到漲停板了 我們想在明則這部分的話 把握時間 你最看多的持續 能夠繼續加碼買進的部分 甚至到明天 還能夠買朋友 再前進的機會的部分的話 有嗎 有這些股票嗎 其實這麼問的話 是因為投資朋友 相信投資朋友很擔心說 會不會有利多出進的效果 會嗎 現在就利多出進的效果 的確值得擔心 但是如果講明天的話 你可以注意什麼股票 我覺得最重要的蘋果概念股 在台北股市來看 就是2317的鴻海 特別是鴻海家族的股票 這就是相關蘋果聯動 最高的一個族群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當中 如果說明天你要注意的 蘋果概念 那我會跟你說鴻海的家族 那有哪些股票 反而在這時間點 你要小心 比如說軟板的族群 軟板的族群在先前 大家都認為這是受惠 不管是手持裝置的手機 或者是平板 軟板族群都會有非常高的成長量 那還有另外一個族群是電池 那當這些訊息在今年以來一直發酵的時候 我要提醒你比如像6153的嘉聯益 6269的台郡 在這個階段 蘋果iPhone5還沒推出的時候 其實股價已經從相對高檔 去做相對的疲弱的反應 也就是說這樣子先前媒體 一直宣傳的這些概念 在這時間點就營收數字表現 其實仍然亮眼的時候 股價卻反而率先回落在整理 這樣的族群 我反而會先提醒你 要留意的是 真正蘋果iPhone5推出的時候 要小心它利多出鏡 那為什麼會利多出鏡 有可能是供應商 供應鏈的一個環境 在接下來的產品當中出現了轉變 也就是原來他們可能是接蘋果單 可以讓營收不斷的創高 但接下來新產品 也許獲利或者是收益的程度 沒有反而像之前那麼高 出現的就是一個失望性的一個結果 好 蘋果有多犀利 電高美國GDP部分0.5個百分點 相對的 但是HTC 趕快這麼舉足輕重 一下子你這出口的這個數字部分 就往下掉了很多了 這個部分的話 健全想聽一看你觀察 我們剛剛也提到這個 這個宏達電的部分 在IPAC當中的話 從這個連戰裡頭的轉述 他說CW是稱讚這HTC的部分 當然這裡頭也可能是一個課題 也可能特別強調HTC 今天股價表現就還不錯 會不會開始震到積極點火 而且HTC的話 不管現在開始到這個權力的部分 或者是在整個專利權的部分 或者是整個推心機 這樣的動作來看的話 會不會醞釀這股反撲勢力 這媒體的一個想像力 當然很豐富 你在說話嗎 大家可以看到說 今天連戰回來 就是說希拉蕊稱讚王雪紅 那當然希拉蕊是美國的國務卿 會不會帶為傳話 瞧一瞧這蘋果的一個 就是侵權的一個案子 但是我們認為整個背後的一個大戰 我們認為宏達電被告 並不是因為它手機的一個清純專利 蘋果要的就是它背後的就是 就是Google的一個系統 最主要的像說現在就是亞馬遜 Google跟整個蘋果三強在爭 Facebook那請到一邊放 因為股價大跌嘛 所以我們認為宏達電的一個 這一系列在日本大賣 但是大家去思考日本的一個手機系統 跟台灣GSM是完全不一樣的喔 那帶回來當然要改版 那改版的一個部分 特別要去關注到 它9月這個新機會推出來 但是影響台灣的出口是正面的 因為呢 去年我們在前面就跟大家提到說 為什麼看好這一波的一個行情 因為呢去年2011年9月的一個出口 機期是最低的 那假如宏達電呢 就選擇在9月推出這個新機 尤其它在資訊通訊產品 占出口比率很高 所以相對於去年機期低 可能9月份的出口會恢復年增 也是因為低機期就是比較的關係啦 去年比較差 今年好一點就會轉正了 所以呢 在10月份公佈的一個出口的一個數字 我們認為會轉為正的 另外的在於蘋果在9月19號 專利權之爭現在有一個解決的一個方案 就是呢 蘋果現在似乎有去踩到宏達電的一個4G的一個專利 所以ITC在美國的一個就是貿易委員會 似乎也有一點同情 就是宏達電說 欸 被一直被告 但是呢 似乎整個蘋果的有踩到它4G的一個專利 假如以戰止戰的話 就是說真的用整個專利權的一個交換 似乎有獲得解決的一個方式啊 但是呢 我們認為這個戰爭啊 專利權之戰 只要蘋果沒有完全的一個市戰通知的話 這庫克啊手段是極狠的 所以呢 應該還會持續的一個開戰 好 那麼這個邏輯情況之下 建群想進步的追問 那麼股價的表現呢 現在蘋果概念股部分 或者HTC的一個勢力以頭 甚至也延續剛剛所討論到這個蘋果概念股 這個話題以頭 會擔心一多出境嗎 還是說 只要選到對的個別股 其實並不擔心 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呢 從整個蘋果iPhone 剛剛明哲兄也提到說 軟板這一塊 軟板這一塊呢 我們之前是用 鴻海集團旗下的一個F針